我們來看看這題 他說ABC三個數是相異的三個時數 那現在要求你討論這個方程式 它根的性質 第一小題是說如果ABC乘等差的話 乘等差它有什麼特性? 它的特性就是B這是等差中向 是等於二分之多三的A加C 好,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判別式,我們用小判別式 我想用二分之這個東西是B 平方,減多少,減AC 這個就等多少,這是小判別式 是這個二分之 但是,我就用大判別式 大判別式比較好做 大判別式就是2V 2V平方,2V平方,減掉4AC 這個等多少呢 2V剛好是A加C A加C,平方,減掉4AC 這個等多少 這個就等於A減C的平方 這個會大於 為什麼? 因為A跟C不能一樣 因為它是相應三個數 所以這個有什麼? 兩相應十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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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再來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它是說 ABC如果是乘等比 如果ABC乘等比的話 B的話是這兩個 B的話是等比中小 所以B的話是等於多少呢? 跟到AC B的話是AC的幾何平均數 那我就得到什麼呢? 得到這個B平方 減掉AC等於0 那B平方減AC 剛好是這個方程式的小判別式 就把這個大的判別式 把它除以4 就變成小判別式 這小判別式等於0的話 代表它有重根 所以的話有重根 也就是說 兩相同十根 兩相同十根 兩相同十根